运动产 请家荡产的也是有 这是政府做庄的 你光是做这个政府允许的运动产 缺钱缺到这个招楼 还是有蛮多的 更何况呢 这个球赛难道真的只是单纯的球赛吗 会不会真的有幕后的黑手来操控呢 现在呢 虽然啊 十六强紧锣密度的开打 可是大家却还有人在回味 小组赛 南韩跟德国那场 有人怀疑背后有幕后黑手在操盘 神之手 为什么呢 也就是我们讲的打假球 那这打假球为什么有人会这样怀疑 朋友朋友 这个阴谋论有些还蛮站得住脚的 德国就是一球都没进 要么呢 就是你会发现德国很奇怪 那场比赛有看的 你去回味一下 在禁区有很多 就直接射了 他就是要再传 你为什么那球要传呢 主播大喊 你为什么还要再多带一脚呢 每个人都不想要那个责任在他身上 多传一次啊 看能不能最后就爆冷啊 就不要射啊 就是提不进 可是呢 人家韩国就是一有机会就往进去带 我们再来看看 进五届夺冠的欧洲队 比方说像西班牙也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夺冠 结果呢 十六强没进 德国也这次是去年上届 对不起不是去年 四年前的冠军 结果呢 这次十六强没提进 还破了他史上纪录 八十年来德国第一次 从1934年到现在 德国从来没进过 没有没进过十六强 好 再来西班那个我们讲国际赌盘赛前 瑞典跟墨西哥 瑞典跟墨西哥 照道理墨西哥不弱啊 墨西哥比较强一点啊 对啊 瑞典是3比0赢墨西哥 那讲了没讲去 你就会发现怪怪的 我讲一个更怪的细节 大家还记不记得 南韩在踢进那一球的时候是93分钟 那一球是脚球发进来 发进到禁区之后 结果后来南韩射手疑似越位 看了VAR才发现越位不成立 各位知道原因吗 所谓越位就是同队传给同队的人 你前面要有敌人嘛 结果后来才发现 是德国人把球传给他的啦 我没讲错吧 是德国人这样子传的哦 这样子传的哦 然后那个南韩的人 一看哦太好了就踢进去了 这是第一球季93分 好怪 再来呢 在了97分的时候呢 你们这样都跑出来了 那摆明就要让人家进了嘛 他们说在这两球戏剧化的前一阵子 场外有人放烟火 怎么跟直播有点像了呀 好就不多说了 时间的关系 但是到底有没有打假球的真实证据 2008到2011年 观众朋友注意了 这是足球史上最暗黑的三年 因为欧洲的国际刑警 果然在新加坡破获了神之手组织 他们呢就是在世界当时那三年的680场比赛 深入了魔掌 而且涉案人多达15国425人 包括裁判跟球员 观众朋友猜一下 要做假球买通哪个人最好 门将 这个门将就是故意假装没有铺到球 或者是没有救好球 那你就可以输了嘛 所以他们发现那个时候 这三年他们所总共贿赂的这些钱啊 每一场可以高达8000万台币来贿赂这些球员 连欧冠杯的决赛比赛都有染指 大家知不知道全世界每年博彩占多少钱 30兆台币 而足球就占了21兆 足球什么热 对难怪会有神之手在里头 最后补充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刚刚现场来宾所讲的 你说西班牙 西班牙为什么现在这个赔率怪怪的 你不觉得西班牙这次在小组 在这踢得摇摇晃晃的吗 它是两场合局 一场赢伊朗 就那么的五分晋级的 所以西班牙有人觉得说 不要被这西班牙三个自盛名所骗 也许呢 在比赛当中可能就会有暴冷出现 好我们看到除了这个欧洲刑警 布现布了18个月 确定西班牙会有一个犯罪集团 在收买打球的球员 甚至裁判之外呢 其实在下这个柱之前 你会觉得说 为什么有的人就这么赶 好像已经运回到了未来 知道结果 然后这次来拼命的下柱 在香港也有出现 这种能够成功预测未来情形 是怎么回事 那时候因为最早期的台湾运彩 是跟香港马会合作 等于是香港马会来教导台湾 怎么来操盘运彩这边 所以那时候有一场比赛是这样子 是韩国 韩国T1的 韩国有职业足球 然后他们是所谓的季后赛 季后赛就是像现在小组 16强要争冠军 所以应该会很认真 但是那一天就发现 有一场那场韩国的比赛 那场韩国足球的比赛 赔率一直掉一直掉一直掉 然后后来消息回报是说 有一个韩国人 为什么他知道他是韩国人 因为他拿着韩国护照 然后他去香港马会 马会有投注站 他去香港马会有投注站 拿着现金就跟他负责交易的人说 我要买这一场比赛 你帮我买 然后最后结算 总共买差不多800万台币左右 那场比赛 因为我在现场 因为我看到那时候 我们香港的交易员 他有特别打电话回香港马会 去确认说这场怎么回事 因为全世界的盘口都没动 因为他们我们操盘的时候 你会看全世界各地的盘口 因为今天这场 为什么这么多人买 你可能会看一下 就你发现全世界盘都没动 就这个人就一直来买 一直来买一直来买 那你就觉得怪怪 后来他们就一直调低 把赔率调低调低调到不合理的低 他还是买 还是要买 对他到最后就买 后来那场比赛我们就在笑 这场比赛我们自己简单说就是怪怪的 我们也不要说什么假球 我们也不知道嘛 我们就觉得怪怪 后来果然很怪 因为可能开赛 上半场就进了两球 开赛上半场就进了两球 后来就轻松过盘 对那个人就赢钱了 就是这样 他这样可以赢多少 你有印象吗 那一场 他拿800万台币来 应该至少他连本金是拿 应该拿回差不多快2000吧 等于他800万变2000万 差不多 差不多 而且一直压那个赔率 压到很低他还是照买 真的很恐怖 然后现在大家问的是说 这个还没有到了晋级赛 之前大家可以轻松看待 接下来16强日四关 国家荣誉 总不会再有假球了吧 对 那你说不会有假球 其实这个假球事件 有一件比较严重的 是在2002年 是韩日世界杯 那那时候韩国是对意大利 他们是在打八强赛 那因为这个韩国有没有 韩国跟意大利 其实他们在踢的过程中 意大利从头到尾都是用 都是一分领先 都是一直压着韩国 那他们大家都在说 韩国就怎么样 他使出他们的绝招 有飞踹 还有西撞后脑潮 还有灼急 那你看里面的这个 这个就是灼急 这个灼急 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四号的磕磕 哪家画面会带出来 他更是被打得头破血流 躺在地上 那其中二瓜多的主裁判 莫雷诺 他对韩国这些 悠鬼就是说很夸张的行为 其实他都把它视而不见 怎么会 对 那其实他如此的踢法 根本意大利终于在最后 在韩国有没有 在88分钟的时候 终于把这个比分追到了1比1 那也顺利的进入了延长加持 那后来进入了这个延长加持 他等于说意大利面对这些 韩国如此疯狂的行为 他托马西 里面有一个球员叫托马西 他将球反越位 就很顺利的把球带到了球门前 突然被这个莫雷诺吹越位 他也自己觉得很奇怪 就反越位了 对对 然后后来他里面还有一个叫做托地的 他把球带到了禁区里面 球正要踢的时候 突然被他们 被韩国人用大绝招把他铲倒 什么大绝招 就是直接把他的脚 就直接一说是破坏球 那要发12码 正常要发12码就是点球 但是这个莫雷诺并没有说 又没有吹到 并没有说不回所动 而且他还给这个 给这个托地给他一张红牌 直接说 说他假摔 直接说他假摔 要我就打裁判 给他一张红牌说他假摔 然后就说直接把他判出去 什么假摔 是 他可能躺在那边嘛 躺在那边不动 人家又要进球了干嘛假摔啊 所以意大利就终于被承受不住对方 还有裁判的不公 终于被韩国二比一 倒打 倒打把他打败 那也有球迷跟观众说 这一张球其实到底是在踢球 还是打架 对 那现在 那我们看的这一则 就像我刚刚讲的 他们又说其实那这样韩国可以赢意大利 那今年韩国赢德国二比零 会不会德国其实也是怕韩国的这几招大绝招 所以那干脆 把他们的帅脸给弄坏了 德国说那我干脆我还是不要跟你硬来好了 省得等一下又被你用这些 用这个行为攻击 那场那个德国跟南韩那烟火是谁放的 是不是你放的 不是我放的 那怎么样那也有人说 意大利的黑手党 有没有 其实对于这个裁判 这个主裁判有没有 他们有给他一个封号叫做黑哨 他说他在这场的赛事中有没有 让意大利的球队失利 等于是说让他们惨招 就是说可能亏损了将近一元的欧元 就是有本来就是要策划 可能就是要去谋杀他 但是到最后也是没有去做这个 做这件事情 那到最后这个莫雷洛大家已经比较好奇 就是说他的下场是怎么样 那他在2011年的时候 他因为就是贩卖 贩卖海洛英 对被判了两年多 对因此就被抓进去里面 就画面那个 画面这个 对啊 他就是因为在机场有没有 攜带了六公斤的海洛英 对到时候就是被判 果然他有问题 六公斤的海洛英 跟意大利黑手党 不知道有没有关系 栽账他